Layu聊世紀,天天中心 大家好,我是Layu 今天來看保夾利亞人對上獅獅蟻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基圖 先來介紹一下大約12點鐘方向 藍方選擇的文明是保夾利亞人 保夾利亞人最大的特色是 他的兵工廠的科技漏量都是半價的 所以都可以在前期很早就下一攻一防 打出軍事優勢 原本身自己沒有經濟優勢在 他的經濟加成是0 所以需要用兵工廠科技 利用軍事打擊對手 還有銀類去控圖 不是打擊對方的承認中心 都是一個很好的選項 那保夾利亞人的後期打法 主要是打這個騎兵路線 那他的騎兵還有馬凳 可以讓攻擊速度變得非常快 那馬攻路線也是相當適合的 因為他雖然沒有三級工兵鎧甲 但是有拇指環三級射中轉馬攻 後期走馬攻路線配肉馬 這個打法也是非常強大的保夾利亞後期的戰術 接下來看一下希希蠅人這邊的選項 那希希蠅人出身點閱 大概在五點鐘方向 那希希蠅人打法最主要是要打步兵跟起兵路線 那他的農田是每點一個農田科技 這個農田的肉量都會增倍增長 所以他農田的肉量是非常厚的 但是他的農田肉量要到了城堡時代中後期 才會明顯感受到他的經濟加成 在前期的部分來說的話 他的經濟加成只有這個前期的一百石頭 那這一百石頭如果不拿去投資城堡的話 直接到城堡時代 直接開4TC 直接開農下去 經濟速度也是非常誇張的 那希希蠅人呢 他的鎖子甲騎士跟薩金特衛品 都是他的主力 那雖然希希蠅人有強奴 但是沒有拇指環 後期也沒有火槍 所以到了後期會有工程器不足的問題 甚至生旅也不太能打 所以希希蠅人主要還是要靠著自己的大量肉 大量的農田肉類 還有這個城樓塔弓 進行一個壓制會比較好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兩邊封建石彈的一個地圖 那現在看到希希蠅人上方有一塊石頭 左邊一塊黃金 後面的黃金在哪呢 哇 黃金都在右側 這個地圖看希希蠅人並不是很好 但還有一塊石頭在後方 那整體來說 希希蠅人防守的壓力可能會大一點 可能要多運用一下城樓來防守會更好 那接下來看一下MBL這裡 MBL這邊就還蠻不錯的 主金就在後方 那兩個附金也在前方 也是蠻尷尬的 而且前面甚至有很多這個高地啊 這樣就很麻煩了 如果讓對方希希蠅人先來這邊蓋城樓或是城堡 這一塊區域就會很難受了 那兩邊的地圖看起來都是不太好 但是希希蠅人前期的果池就會比較輕鬆一點 MBL前期的果池就會比較難受 好 這就是兩邊的前期跟中期的差異了 好 MBL這邊是點下的封建時代 家裡還沒有開始圍 是決定要用這個槍兵配肉吧 開始慢慢給壓力的一個做法 好 那沒意外的話MBL 他也可以有選項 是打這個軍營民兵開 然後他會自己升級為裝甲步兵的 但是他如果這裡沒有下軍營的話 點封建時代馬上就下軍營的話 那應該就是不會打這個戰術了 所以應該就是軍營轉洛馬開 好 是比較適合寶加利亞人 好 這兩隻村民蓋下 直接先點下義龍一幕 哇 甚至不把這個木頭 留給馬舅啊 好 那點了義龍的關係 馬舅沒有辦法第一時間下 決定把馬舅補在了右邊的位置 MBL開局是稍微慢了一點下馬舅 那對手這裡已經開始有槍兵走出來了 但是升到封建時代也沒有 欸 有轉馬舅 那也沒有轉這個步兵開局 這是一正常的槍馬開 那槍馬開的話正常來講 都是要去 轉個什麼弓兵啊 或是毛兵防守一下 不然就是要造更多的槍兵喔 去跟對方的槍兵互戳 那MBL這邊打法有可能是要打一個經濟型的流派 就是只出漏馬 然後用機動器去騷擾對手 然後家裡稍微微一下 然後趕快升上去 除非對方有轉射箭場 自己才會轉射箭場的一個流程 那這個算是封建時代 大多新手們喔 不知道該怎麼打的時候的一個參考 那對方有轉射箭場你就轉 對方沒有轉 那你就繼續按肉馬跟槍兵 數量上大概三隻 然後槍兵多按一些 可能就會比較安心 但說多按一些喔 也不要按太多 因為按太多的話 也會影響到你升城堡時代的時間點 好 兩邊都是封建時代 都是一個 回家經濟流打法 那西西里人跟保加利亞人 他們的共同點喔 就是 經濟都不是很好的一個文明喔 但西西里人 在中後期來說 會比保加利亞人經濟還要更好 所以前期來說 兩邊都是一個 白板經濟的開局 喔 這裡保加利亞人稍微有點 尷尬 這隻肉馬血量有點殘喔 哇 死了一隻 這就是我說的尷尬的地方 對方的血量很平均分布阿 但是自己的肉馬已經被擊殺了一隻 好 MBL直接圍成一個長條形的 這個圍加確實不好圍阿 這裡補了一個兵工場 但是要準備來升城堡時代了 我們城堡時代 待會就可以要思考 要打洛馬流派 還是要打民兵流派了 那保加利亞人城堡時代 也有這個劍兵第一波劍兵爆 這個可能有些觀眾沒有看過 這一招打法 還要搭配衝車投石車前壓 會更具有效果 還有這個銀壘 那MBL這裡沒有打算去挖石頭 所以應該不會出現這個 長劍兵搭銀壘工程器的一個壓制打法 那這一招已經很久沒有看到 但那招投資的風險也是蠻大的 但是殺傷力確實足夠 尤其是蠻適合打吸吸引人 這種支援點都在前面時候 過來插了銀壘 一堆長劍兵過來 對方沒有射箭場 直接會被秒殺阿 那工程器製造手出來的話 這個奴炮或是投石車 也會被MBL的投石車給砸掉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現在MBL打算是怎麼做 這個是決定下了3TC 還有一個修道院 木頭存了很多阿 甚至下了這麼多東西 還有 兩百多木 這兩百多木直接再補 哇靠4TC MBL把自己打成像西西里一樣阿 保加利亞人的 城鎮中心的石頭 是半價的關係阿 所以他可以不挖石頭 就可以瘋狂開TC阿 但西西里人這裡也沒有打算要出門 我也是農 你農我農 感覺很不錯 MBL已經有側查到 對方是一個開農型打法 這裡先提升一下清洗兵 那現在肉會不太夠 26片田 有點緊繃 會稍微小小斷村 好這個城鎮中心 大概十幾秒 沒有運作而已 好那MBL這邊開始補石頭 待會就可以來插銀類了 好西西里人這邊卻是轉了三旅科技 神聖思想 好 那應該是要來撿聖物 跟招翔騎士而已 但其實MBL也沒有出騎士 好 但是勝率還是稍微可以給到一點壓力 招翔掉了一隻長槍兵 好西西里人開始轉騎士了 好這波衝進去 沒有看到勝率往外跑 勝率往左走 好 這裡西西里人稍微給到MBL一些壓力 在家補下了一個銀類 居然不是補在這個高地 讓我有點意外 我補這個高地都不錯 好直接補在門面部分 避免被一波衝滑 好防線先補下 點了一擊射 射程甚至都先點的上去 西西里人開始想要無奇馬爆 好 對付西西里人最好的打法 就是僧侶 配上工兵單位 好馬攻路線 會比較適合 雖然他後期有索子甲重裝騎士 但是在這個階段來說 西西里的騎士是比較害怕工兵單位的 因為他有這個陸地傷害解免的關係 即使你出了槍兵或是駱駝 打他這個騎士 可能都不是那麼的痛 好 那工兵單位的話 就是一個正常傷害者 尤其是馬攻 傷害還會多 工兵一點傷害 打騎士來說是一個很好的選項 好 謝謝里人這邊直接挖寶琴壓 MBL這邊直接退守 後面補了一個新的城鎮中心 哇這個騎士數量有點多 MBL不知道能不能守得住 好這裡轉了一些保加利亞騎兵出來 好這邊想要直接衝過來 但是城牆已經蓋起 哇這一個牆蓋得很及時啊 好右邊還想要再繞 好二級馬凱 點發好 這樣就會更耐抗箭矢 但是MBL已經點下帝王時代 先用一隻聖旅稍微著想一下 招牆到騎士被秒殺 好趕快過來看一下 這裡兩隻村民 能夠不夠修的回來 剩下一隻 繼續修 好 三隻聖旅 繼續招牆 又招了一隻 哇中午衝破了 這一波很大碗 MBL招怎麼手呢 這個CC能抓住MBL上帝王時代的時間點 想要一波直接把MBL給打殘 這一波確實能打到一點東西 現在馬攻數量還不夠成型 但後方的森旅有出現防守漏洞 看要不要直接往後衝去抓森旅呢 這裡稍微微一下 好順利貼死 搞定 後面的騎士還是無情亂砍 MBL的村民處已經不到一百村了 騎士死傷有點慘烈 哇 這裡看起來MBL是大難零頭啦 騎士一波衝進來 無奇馬爆 這就是CC人 好 CC人這裡要再想一下 要不要開始生帝王時代了 最近這些騎士的血量有限 騎士的血流乾了 他就不能繼續運作了 唉唷 這邊蓋贏雷 但是騎士這裡 直接衝進來 沒有打算要理 馬攻又再過來補一下 好 稍微擋一下 騎士又被逼退走了 好 招翔到了一隻騎士 第二隻有機會嗎 喔耶 招翔到了 OK 那現在升到地龍時代 彈道學補下 現在確實是肉 農田被控太久 肉不是很夠 但這裡又想要來蓋寶了 屍屍野人 無盡插寶流 瘋狂為對方大亨寶 一直餵一直爽 好 這裡11隻馬攻 這村民要趕快走囉 好 陰類補下 這裡的馬攻 數量現在只有12隻 好 城堡 蓋寶 有機會蓋得起來嗎 一罰一隻村民 有機會 87% 88% 90% 全部收掉 停在90% 有4M 屍野人 對他拉更多村民過來了 但是騎士直接突破了MBL的馬攻防線 馬攻隊裡完全潰不成軍 雖然沒有辦法有效抵抗對方的騎兵 只能繼續做拉打動作 然後趕快到城堡上面防守 好 騎士直接衝到城市中心下方 守屍村民 但是也被村民反守屍了回去 好 這邊巨型投資機趕快架起來 去拆除 對我變成城堡 謝謝 人地用時代 還有10秒鐘 專瓦技術來不得及嗎 再來一發 巨型投資 應該還沒有辦法再拿下 好 但第二發 再來 應該是倒了 要800多滴才行 剛好800多滴 夾住 好 有中華技術了 可以嗎 還是沒有辦法 中華技術的血量加成 沒有辦法及時讓殘血城堡補足更多的血量 MBL這邊是選擇了槍兵轉手推車 沒想到最後還是要轉出槍兵嗎 保加利亞人槍兵算是正常 但他有個問題 就是 他的 血液步兵 是沒有辦法用在槍兵身上 所以他的血液科技只能用在冥兵器 槍兵的話就是蠻普通的槍兵 而且槍兵打吸吸引人也會有這個減傷33%效果 現在是33%還是20% 有點忘記了 吸吸引人這個減傷效果 其實很強大的一個能力 甚至鎖支架三級馬凱洲上的話 遠防高達8點 好這裡上去 現在是6點防禦力 那鎖支架是上去 記得是加12的樣子 近戰防禦力加1 遠距離防禦力加2 好 遠防8 進防也是加2 哇靠 雙防加2 哇這樣重裝 喔沒有 這個是加1而已啦 1加2 沒錯 近防6 遠防8 2 的重裝騎士 哇 有夠坦 直接手撕 巨型頭世界沒什麼問題 這裡馬弓 還沒有重裝馬弓的關係 傷害還差2點 但是透過城堡加上銀臉輸出 稍微抵抗了一下 這邊騎士的直接衝鋒 好 但是3台巨型頭司機都被拆掉 現在防護率來到最頂峰 攻擊力要慢慢提升 稀稀人遇到這個情況 也可以轉一些戰毛兵出來擋一下 畢竟MBL這邊的配兵組成是 馬弓配槍兵 槍兵跟馬弓都是很害怕戰毛兵單位的 好 奧加利亞人疾病也提升上去了 好 拼雷 後面再繼續補 農田再守一下 這一波又衝了進去 少了到了一些東西 好 把MBL的一些隊伍需要回來救一下 好 正面槍兵11隻 馬弓數量24隻 這裡還有8隻 30幾隻的馬弓 馬弓數量越越成型 CC人這邊的壓力也越大 當然這裡並沒有打算要停騎士 如果不停騎士的話 這裡壓力就會非常大 想要一直正面擊破也不是容易的事情 所以要轉一些薩金特衛兵 去打下這個槍兵 不然就是要轉戰毛 但是沒有打算要轉兵的意思 槍兵繼續往前 哇 又抓掉了很多CC的騎士 這些騎士往後衝 想要繼續逼低 後排 這個櫻壘終於要蓋好了 櫻壘蓋好 這裡要不要收村 直接走過去 不理 正面MBL也是拉了一些馬弓 到對手家裡想要騷擾 但是後方騎士緊追在貨 謝謝人補下了步兵科技 這桌馬溜進去 稍微砍到了一些村民 效果還是不錯的 好 這裡CC騎士 已經導光 這裡補下了一個第一次十字軍東征 鎖甲 這個練甲也補下了 看來海燒轉薩金特衛兵 好 點完之後 吸吸引得了單位呢 還可以獲得抗招翔的效果 就也像是條盾的團隊加成的感覺一樣 所以第一次十字軍東征 其實也是看情況點出來的 好這邊有抗招翔 然後點下沾幾隻步兵鎧甲 精銳薩金特衛兵也形成了 現在正面有大量步兵跟大量騎士 現在只有工兵不太好處理 正面的槍兵可以用薩金特衛兵來做反擊 好 保加利亞人 終於點下了拇指環跟安息人戰術 跟重裝馬弓還沒有辦法點完 好這個金框直接硬奪 好右方這根城堡 如果能蓋起來繼續控圖也是相當不錯 但這裡居然不是差銀壘 稍微控 而是蓋最大根的城堡 好這邊有個小打鬥 這裡稍微壓制一下 但只有騎士先上前 感覺有點送兵 哇這裡第一次十字軍東征點完之後 抗招翔效果真的不錯 招了很久才招到了一隻 但是這時候重裝騎士數量已經不太夠了 這一波打完 騎士儀人可能會暴斃喔 這裡都是步兵 步兵打 薩金打這個馬弓 真的是 當標靶 尷尬啦 騎士儀人這一波送的有點誇張 這門前方的 重裝騎士跟薩金特衛兵都送的差不多了 數量沒剩多少 那MBL這邊重裝馬弓也已經提升好 攻擊力來到了7加4 攻擊力加1點 加2點 攻擊力的話現在是7加4 11點最高傷害 那像是駱駝弓兵阿 或是蒙古土技 傷害才會來到8點 8加4 12點傷害 一般重裝馬弓 除了馬扎爾以外 都是7加4的傷害 會比較 是比較常看到的數值 好 那現在MBL最好的做法 就是繼續用工程器 出巨頭 或是轉大衝車 直接正面硬突破 那現在轉衝車的話也很難突破 因為現在沒有太多的正面前排 也不是走馬盾流 所以現在走工程器路線 還是要走巨型頭時機會比較好 好 那MBL點下了銀罐技術 銀罐就是馬凳阿 好 補了一個工程工程師 這也是決定對方進攻 自己再往前打 槍兵直接往前戳 想要戳掉巨型頭時機有機會嗎 這個一戳可能沒有戳掉 哇 兩台巨頭殘血 看來沒有辦法阻止對方巨型頭時機架起來 自己的槍兵趕快再造一下 馬攻速量來到了37隻 好 馬攻五隻 往前偷點 點掉兩隻勝率 四十隻的馬攻 四十隻的馬攻 正面繼續擋 槍兵一直出 屍屍一人的騎兵開始皇軍不夠了 轉型肉馬出來擋 只要看到肉馬開始出來 就意味著屍屍一人開始擋不住了 雖然巨型頭時機打不贏 但是正面的部隊 馬攻有非常大的優勢 槍兵配馬攻 屍屍一人 想用正面突破 真的太困難了 哇 會不成軍 應該要趕快轉馬攻 轉這個戰毛兵才對的 但是MBL這裡也沒有太多的工程器 現在一台一台工程器要慢慢補起來 好 三四九隻馬攻 在中間的路線繼續防守 但是屍屍一人 早就把所有的大都隊 調度到了右邊 MBL趕快要用馬攻 拉到右邊去支援才行 還好馬攻跑得快 好 這裡馬攻想要直接手撕巨頭嗎 OK 點掉一台應該是沒問題 第三台可能會有點困難 第二台也要硬點 第三台有機會嗎 騎士已經來了 第三台還是有點吃力 哇 點兩台真的是極限 好 但右邊城堡還是順利拿下來了 好 屍屍屍這邊趕快繼續出更多的兵 騎士繼續按 沒有戰毛兵 沒有戰毛兵 好 屍屍頭11繼續進攻 現在巨型頭11解決得差不多了 現在MBL 又是非常巨大 巨型頭11全拆 但左邊有太新的 好現在黃金數量只剩下100塊 MBL還有200塊 黃金數量目前還是MBL比較穩定 騎士一人的人口數已經掉到只剩下150人口 哇 這裡馬功 他還是解不掉了 好難受 好 城堡也是拆除 巨型頭11趕快反擊 好這時候 屍屍野人打出了GG 我們恭喜MBL 拿下比賽勝利 MBL的保佳莉亞打得好穩啊 遇到屍屍野人 也沒有選擇保佳莉亞持兵硬碰硬 甚至選擇了馬功路線 轉手圍攻 然後轉出了大量槍兵 一直戳 直接管他有沒有這個傷害解免 戳就對了 這個屍屍野人的馬爆 很明顯沒有辦法直接突破馬功加槍兵的組合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那經濟的部分 是由保佳莉亞人 稍微贏了一些些 屍屍野人有4個生物 所以他到了後期 一直沒有想要放棄 因為覺得自己的優勢還在 並沒有到不能打的程度 但是其實存保實彈那一波 是MBL最危險的時候 那時候他其實只有一些馬功 反而槍兵還沒有提升上去 如果屍屍野人這邊再堅持直接 繼續手撕多抓點村民的話 打出更多的經濟差距 或許可以逆轉比賽 算不定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請記得按讚 訂閱